已经知道六位数 它的标准分解式是这样 那么问你A加B加C加书 会等于多少 那么这里它是每个在这里 重点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 它有13的音式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被13整除 所以我们就找这个 6、4 6、4、8、6、4 我们来去除以13 后面有一个框框 去除以13 我们这样子去除了之后呢 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13的倍数里面最靠近这个数目次的 数目次大概是多少 我用电子计算机 6、4、8、6、4 1、4、5、4、5、6、4、2、5 好,前面会是 4、9、8、9、5、6、6、8、6、7、9、9、9,9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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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9、1、5、12、1就在这里 我这个地方有写一个问号 因为后面这个不知道 其实我用电子计算机之后 大概这个地方是5 靠近5就会很靠近这个数目字 这个地方我写一个问号 49895 我可以乘以13 看它的数目字是多少 这是它的完整的倍数 4949895乘以13 49895乘以13 会是648635 它这里要4 它这里要4 然后我们这里求的是 这个地方算出来的是3 就不合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再多乘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49896乘以13 这样子会是648648 好 就跟这个就有和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 所以我们知道说 64864 这个框框呢 会等于8 这框框等于8 那么会等于13 我们再针对49896 再去做直因数分解 直因数分解完之后呢 我这里有稍微做一下计算 就不耽误大家时间 这里可以得到的是 2的3次方 再乘以3的4次方 再乘以7乘以11 就这样子了 这个13要写在后面 好 它叫我们求A加B加C加主 A是3加4 它没有5次方 所以5这个地方就会是0 0 然后 珠是11的 次方是1 所以加起来之后呢 答案是8 1 2 2